歡迎收看台灣向前行 台灣向前走 我是孟琦 先祝大家元旦新年快樂 好 現在決戰2020剩下倒數的最後10天了 不過今天週刊丟出了一顆震撼蛋 爆料韓國瑜不只曾會600萬給新莊的王小姐 還跟王小姐出國至少五六次 天啊 這樣子的爆料如果真的屬實 加分姐情何以堪呢 韓國瑜面對媒體的追問 今天他閃避 沒有回答 派出韓辦的發言人王淺秋來回應 王淺秋是說韓國瑜跟王小姐只是商務出訪 而且都是團進團出 好 這樣子的解釋大家信不信呢 真的就見仁見智了 而最重要的是喔 昨天在跨年晚會的時候 韓國瑜回房高雄 不過他的太太李嘉芬沒有跟著一起現身 這就讓大家非常地好奇 是不是嘉芬姐心中還有一些疙瘩呢 好 另外從2019年跨到2020年 今年的第一天小英總統呢 稍早發表了一篇新年談話 緊扣剛剛才通過的反滲透法 強調反滲透絕對不是反交流 不過國親兩黨要聯手來醞釀提大法官的視線 而韓國瑜也在臉書上嗆瞎 說如果他當選總統就要馬上停止這個法案的效力 要來重新審議 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國台辦也是大肆的抨擊 說這是綠營製造的綠色恐怖 好 面對外界的質疑聲浪 蔡政府要怎麼堅定立場捍衛主權呢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討論 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孟起好 大家新年快樂 接下來歡迎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高敏玲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好 再來我們要歡迎的是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孟起好 大家新年快樂 好 最後歡迎的是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要趕快先來看的是新裝王小姐 現在變成了這一次選戰的熱搜關鍵字 好 今天週刊就爆料了 韓國瑜不只曾經匯款600萬 600萬 給這個王小姐 還跟王小姐一起出國至少五六次 真的是這樣子嗎 好 王小姐這一號人物 會不會成為加分姐 跟韓國瑜之間的感情導火線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澳洲造勢大會最終場 李嘉芬在滿場民眾加油聲中 登台演講 言辭裡卻有意無意替韓國瑜開脫 可以裝沒事 自媒體披露韓國瑜曾會600萬元給新裝王小姐後 李嘉芬卻多次缺席挺韓場合 連26號原本要飛往澳門參加挺韓大會 也臨時變更改 也臨時變更改往澳洲 出國一周 直到31號晚間才反台 不僅讓外界聯想 那是加分姐生氣了嗎 你跟林外凱講 你們改一個字 你去接著去採訪好不好 現在有些外界在講 可能最後一張牌打得出來是韓冰嘛 有女兒來救援嘛 不回來這個也很吊詭 會不會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在選權之夜的時候 他突然現身 這張同情牌打出來了 來吸引他們的鐵魂 所以看起來 韓國瑜跟李嘉芬的事情 好像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解決 就不知道李嘉芬和韓國瑜 是否為了新莊王小姐鬧不合 選戰剩下不到兩週 韓國瑜不只家務事代解 公開行程 也顯得捉襟見軸 媒體人曾偉珍臉書上揭露 前總統馬英九的行程 是韓國瑜的13倍 質疑韓國瑜既是高雄市長 還在選總統 人也在高雄 為什麼跨年夜在高雄的行程 馬英九是韓國瑜的13倍 馬英九為什麼對韓國瑜 這樣的羞辱的時候 還願意出來呢 我在懷疑 除了是這些區域立委的要求以外 在選後 國民黨會發生大的風暴 國民黨勢必在內部 會有一次大的鬥爭 那馬英九絕對不會缺席的 韓國瑜不按牌力出牌 打選戰模式 竟是三天大雨 兩天曬網 也難怪名罪 算到爆 來有關於韓國瑜的行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好好的談 我們要先來關心 加芬姐跟韓國瑜之間到底怎麼了 來今天週刊踢爆 韓國瑜不只會600萬給王小姐 還跟他一起出國至少五六次 而且重點是兩個人曾住在同一間旅館 好今天稍早這個10點鐘左右 韓辦的發言人王淺秋是趕緊出來滅禍 他說沒有錯 確實韓國瑜跟王小姐有一起商務出訪 而且都是團進團出 好除了稍早呢 這個王淺秋發言人開了記者會 其實我們今天節目中本來又邀請這個韓辦的發言人 葉元芝也要來節目來說明一下 到底這個王小姐的事件到底韓辦怎麼處理 韓國瑜市長的態度是怎麼了 好不過現在呢我們不太曉得 元芝議員這邊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臨時在一點半的時候通知我們的製作單位說他不能來了 好自不曉得是不是韓辦下了封口令 還是真的元芝議員有急事啦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不過我們想要來先請教這個瑞德哥啦 到底這個王小姐的事件 韓國瑜為什麼今天媒體追問他都不敢答 韓國瑜那麼曾經多次的說啊 台灣的媒體90%以上呢都在黑函 然後說呢那麼是民進黨蔡英文他們幹的 然後呢也說現在這個叫黑韓產業鏈 但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討論你們家的事 包括現在我們在討論新莊王小姐跟韓國瑜同商務考察的事情 那麼很簡單就是因為你們說不清楚 你們不敢面對現實 不敢出來說清楚 你們試圖三言兩語就想把這件事情打發掉 同樣的事情也一樣發生在你們的雲林谷坑豪宅為建農社事件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南港台肥的豪宅事件 都是這樣你們永遠不在第一時間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講明白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在第一時間立刻把相關的人等找出來 那麼黃文才也好 還是這個閨蜜高美男的先生也好 還是當時是不是跟這個韓國瑜呢 在一起出訪中國還是什麼地方的時候呢 一起睡同房的室友也好 一起出來說清楚就明白不就好了嗎 你們卻用一句說這是商務考察 就把他帶過去了 甚至於還說同一家飯店不一定是同一個房間嘛 對不對越喵越黑啊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 王潛秋身為韓國瑜競選總部總發言人啊 他竟然說漱口杯真的漱過吐掉就好 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韓國瑜也曾經要出來選舉的時候呢 他曾經說過他年輕的時候 花天酒地找不到新的方向 到今天被孫總統春十天 今天是2020年的元旦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花天 如何酒地 如何找不到新的方向 不是嗎 他承認自己曾經走過那一段 人啊 新鮮打過有時處 腳步打差 嚇人沒 可問題是那你做過什麼 走過什麼 你要做一個交代 因為很簡單 你現在要選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你如果要選民意代表 可能就沒有人理你 你自己本身私生活私得 這個不是韓國瑜 在最後一次辯論的時候 你幹這個蘋果日報 把他說是很沒有水準說 他看的是大海 人家說的是漱口杯啊 酒 不要說漱口杯吐掉 酒杯喝多了也會去吐 你知道嗎 吐了以後呢 你不要以為就結束了 你一樣會丟來胸啊 一樣會不舒服啊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啊 你照理來講 應該說清楚 講明白 我剛剛已經說很清楚了 你到底跟新莊王小姐呢 去考察的時候 團進團出我知道啊 那你就要把自己的瓜田裡下 切割得清清楚楚嘛 我的室友就是誰 我的室友黃文才嘛 我的室友高美男老公嘛 我的室友是誰嘛 你們這樣子其實是 用這種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物 不就好了嗎 然後我去了以後 為了目的什麼嘛 現在知道了 好像有五六次這麼多嘛 商務考察是LED嗎 不對啊 我記得我對這一件 應該是八卦 卻跟國政策上關係的 因為他要選總統啊 我印象很深刻 不是說那個LED是一場騙局嗎 不是說連那個LED公司 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嗎 那請問你到中國考察什麼東西 還是考察 那麼帶著王小姐 因為要一起做LED的生意 到中國去考察 果菜要如何行銷中國嗎 為什麼這樣講 他韓國瑜 進了香港中聯辦 是一國兩制太上皇 他也說是為了替高雄 找這個農產品的 這個等於說出口的可能性啊 你都可以這樣講呢 那你為什麼不能這樣 光明正大的站出來講嗎 這不是一件八卦 我說過 那麼總統的候選人 沒有私人的事情 沒有漱口碑 總統就是像大海一樣 必須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視 不要說用放大鏡 是用顯微鏡 你必須無懈可擊啊 那麼就算你做過 那你也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那至於王潛秋所說的話 我不相信 他說這個有關於 跟加分姐啊 根本沒有不愉快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不對啊 那如果王潛秋 身為韓伴的總發言人 他說的是對的 他說加分姐 沒有任何不愉快嘛 說121前一天 夫妻兩個人 李加分跟韓國瑜 還在這個高雄嘛 都沒有看不出任何的不愉快 那請問李加分為什麼 這一兩個禮拜 悶悶不樂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 2020年的元旦 就是悶 配上他前面的什麼亂啊 什麼翻啊 一大堆 就悶嘛 我們從來沒有在韓國瑜 選市長到現在 看過李加分悶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悶悶不樂 然後呢 到海外去苦中作樂 他就是藏不住他的情緒嘛 那你韓國瑜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上綜藝節目的時候說 心裡面就是有疙瘩 你自己說的嘛 沒有事情 我們為什麼會有疙瘩呢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你還說 韓國瑜 李加分 韓兵 因為這樣各瘦了四公斤 如果行得證做了只 我幹嘛要瘦四公斤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切跟你 他們所講的 跟你花言人所說的 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才起人移動嘛 我個人不以這個 等於說啊 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父 我個人認為 韓國瑜跟阿靜辦 可能說的是真的啊 人家只是去商務考察 不過我們要知道 是什麼商務考察嘛 人家可能團進團出 真的是團進的那個飯店 沒有錯啊 然後可能也沒有 這個住同一個房間 這我都贊成啊 其實啊 在台灣的很多案例 我不是用影射的方式 我只是說 在台灣的很多的案例啦 也曾經 法官曾經判決過 就算是同一個房間 睡在同一個床上 該眠被存聊天 一樣無罪啦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但是 瓜田李下 男女之嫌 又之前牽著到六百萬 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那到底一個 常常要跟 新莊王小姐 掉頭穿 雷吉 那麼她的女兒 韓冰說爸爸很窮 穿破衣服的 韓國瑜 準總統 副選人 到底她是怎麼賣股票 馬上籌出 三百萬也好 六百萬也好 那現在到底 為什麼 為什麼 本來應該來參加節目 替她辯解的 韓辦發言人 竟然在 我們節目播出前 半小時喊咖 你知道嗎 你來辯解也好啊 你來辯解 如果按照 其他辯解人的方式 黃子澤 就可以講到 民進黨版人 那 然後呢 你也可以像 鄭世維一樣 就跟你玩家 要入胡文綺來的話 也可以提一百多年前的 黃花崗 七十二戀士 也滿好的 你來了以後呢 你都不 你來了以後 至少可以花言的機會說 這就是純商務考察 這是私人合法 合情合理 你就這樣突然間 棄而不來 把戰場整個發揮掉 不過我也覺得 這些發言人 滿可憐的 因為從之前的豪宅 講不清楚 一直到現在六百萬 到底怎麼樣 我都很懷疑 他們知道的 會不會比我們知道的 一樣多 還是比我們知道 還少 你知道嗎 所以 任何一個男女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誠實面對就好 你如果這件事情 坦荡荡 沒有任何的 不規矩 也沒有任何 對不起你的家人 跟國人的地方 你就出來 說清楚 講明白 不過我現在 比較擔心加分姐 她歷經了 這個幾個禮拜以來 心裡 好像經過澳洲回來 應該平復了一點 那麼現在 我不知道那六百萬 她所講的 跟黃文才所講的 跟新專王小姐 所講的都不一樣 那我現在更擔心 那麼這個 一起出國這個事情 加分姐 有沒有同行 如果有同行 夫妻兩個人 自然就睡同一個房間 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 就控告 直接控告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報備 事情也沒講清楚 現在又不小心 又讓加分姐知道 我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 以加分姐這樣 勤苦持家 30幾年來 生了三跟她一起 生了三個小孩子 養了12年 沒有工作失業的男人 我覺得加分姐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受到太大的打擊 真的大家都很關心 加分姐的狀況 包括剛才瑞德哥所講 這種瓜田裡下的事情 你韓國瑜跟王小姐出國 加分姐知不知道 想請教敏玲 韓市長是不是沒有說清楚 那今天我們看到 韓辦發言人王淺秋還說 這種議題 像漱口杯 漱過吐掉就好 這情節就像是在寫小說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韓市長 包括李加分 他們這個家庭裡面的事情 其實你們自己家裡面吵 大家沒有什麼意見 但問題是你今天 你們家裡面的事情交代不清楚 影響到高雄的市政 或者是你今天已經貴為 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你所有的事情 當然就是要交代清楚 比如說像剛剛所講的 剛剛的這個雲林的農舍 沒有講清楚 同時包括這個草豪宅案 弄到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你到底 每一個金流 還有你如何炒 你如何能夠高額借貸 如何跟台肥能夠再借到 那麼多的錢 尤其是你一個失業 17年的這個韓國瑜 怎麼有辦法借到 那同時當時也介入這一個 跟這個豪宅案有關的高美蘭 在擔任這個高雄市的觀光局的主祕 也是第一時間 神隱跑到日本去 然後接著回來就宣布他要辭職 所以我想這些事情 都是韓國瑜跟韓市府 包括李嘉芬 這整個大的韓國瑜集團 通通說不清楚的事情 但今天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第一時間 跟這個所有的這個全國的人民說清楚 我們都記得當年 宋楚瑜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也爆出新票案 然後當時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宋楚瑜也是焦頭爛額 但是第一時間他也想盡辦法 召開記者會多次的說明 那包括這個宇昌案 當時蔡英文也被抹黑 現在已經判決定案了 這個劉毅如要判賠 然後這個翁錡會也 我根本就不起訴 所以這些抹黑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真的有錯誤的事情 第一時間你只要是候選人 你都必須向所有全國人民 來講清楚說明白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 今天早上在高雄市的這個 2020年1月1號 第一天的升旗典禮 韓國瑜竟然把這個升旗典禮 又搞成了 這個他自己的這個造勢大會 那我們都知道市民的這個升旗典禮 是屬於全體高雄市民的 而且他應該是要 應該遵守所謂的行政中立法 結果到了現場 民眾早上9點41分 私訊給我 然後拍那個影片說 為什麼現場變成 韓國瑜的這個造勢大會 然後穿H的背心 然後介紹這些 國民黨籍的立委候選人上台 然後最有趣的是 韓國瑜說他希望呢 他未來呢 希望如果他能夠順利當選 2020年變成一個爽字 那我覺得聽到這裡 我真的是雅然失效 我覺得現在呢 對於韓國瑜 對於李嘉芬 甚至對王小姐而言 應該2020年最經典的一個字 就是不爽吧 那我覺得以上的這些事件啊 我們都可以再次的感到 就是韓國瑜跟他們團隊 包括你第一時間如何處理 這些有問題的事情 如何向市民朋友 或全國人民交代 講不清楚 第二個時間 你一直在濫用行政的資源 同時呢 當受到媒體的監督 社會大眾的監督 你就開始說媒體卡函 說市民卡函 說這個中央卡函 國家機器都在卡函 全世界要卡函 只有你事實上 你從來沒有說清楚 講清楚說明白 那最後我還要談一件事情 其實王小姐 到底有沒有跟這個韓國瑜 一直出訪 其實這個事情 反而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都記得 韓國瑜在北農時期啊 他當時 不是也濫發獎金嗎 然後不是也是 辦了好幾次員工旅遊啊 然後呢 其中還有這個讓李嘉芬 一起跟著去 日本的石環島旅行 那這件事情我就想質疑啊 會不會再次讓我們回想到 北農那個北檢這件事情啊 旅遊考察事情 到底查出來了沒有 第二個是王小姐跟這個韓國瑜出訪 考察是北農的錢嗎 還是什麼的錢 還是私人的考察 還是商務考察 是到底考察什麼 考察農業 考察LED 還是考察什麼東西 我們必須要讓所有市民朋友 跟這個社會大眾來了解 所以相關的這些問題 如果真的有疑點 有關的檢教單位 拜託趕快去辦 來剛才明玲講到 是今天早上韓國瑜參加升旗典禮嗎 他說希望2020年的代表字 是一個爽字 不過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 加芬姐的心情啦 加芬姐到底開不開心 今天媒體就向這王淺秋 韓半的發言人來提問 不過美美姐 王淺秋是非常嗆辣的回應 他說欸 你們都是李嘉芬肚子裡面的蛔蟲嗎 美美姐怎麼看 我們不是李嘉芬肚子裡的蛔蟲 比較像李嘉芬也不是韓國瑜肚子裡的蛔蟲 因為包括借600萬 李嘉芬不知道 包括李嘉芬去查勤 打麻將說 噓 李嘉芬不知道 包括帶著王小姐出去 所謂的商務考察 噓 李嘉芬也不知道 好像胡群狗有打電話去 後來他們在飲酒做了 噓 李嘉芬都不知道 所以李嘉芬也不是韓國瑜肚子裡的蛔蟲 是不是 我是覺得非常的遺憾 第一個就是說 漱口碑它應該是一個清潔解壓的工具 它不應該是被謊言 或是推卸責任的承載物被污染的 漱口碑何故啊 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要用漱口碑來當藉口 就好像人民出來罷寒 不要說那個布條是遮羞布一樣的道理 非常簡單 不是大家對你家的家務是 你們夫妻有沒有適合的事那麼有興趣 而是說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你對你的枕邊人都不能夠誠實 請問一下 你對人民怎麼會有誠信 你對國家怎麼會忠誠 如果你連對枕邊人都沒有辦法誠實以對 我想選民要看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 我會覺得有幾個奇怪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商務考察 你到底商務什麼 王小姐沒有跟她有公務上的 一個上下屬的關係嗎 或是公務上的關係嗎 那大家媒體會聯想到就說 那是所謂的LED嗎 那如果是LED的話也很有趣 各位 從頭到尾他們到底投資哪一家LED 你知道嗎 也許根本連這個東西都沒有 所以就之前也沒有證實的 那我就反正之前有講LED 我就講商務行程 那如果是商務行程的話 為什麼 太太不能知道呢 就像打麻將 為什麼太太不能知道呢 或者有那個麻將屋也不知道 六百萬如果是這麼好的投資 為什麼要瞞著太太呢 這些都說不過去 講不明白 這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我老實說 就是說 我一方面同情李嘉芬女士啦 坦白說我相信沒有 將心比心那心情一定不好 但是李嘉芬女士的連續的出訪 大家都只看到說是去 可能是散心 又或者說如果媒體賭麥 確實我覺得是很殘忍很難去面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還有一個可能是什麼 還有一個很可能是一魚三吃啦 第三吃就是說 因為不是說募款不順嗎 海外的募款是比較容易的 那所以呢 候選人的太太自己當財務長去 一方面是不要假守他人 完全這個錢呢 就不會被暗槓自己管 自己管 而且為什麼要自己管很簡單 因為韓國瑜居然600萬投資給別的女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太做出馬自己管 你就不能藏私房錢啦 有沒有這樣的用意 我覺得這也是很合理的推論啦 那只是說我覺得事情到今天 包括今天業員之議員他會不來 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 但是一個這麼政論節目的常客 又是韓辦的發言人 這節目開錄前半個小時 這麼不禮貌的跟製作單位說我不來了 我很難想像 有其他什麼樣的原因 那合理的懷疑是不是韓辦下了封可令 因為包括王淺秋女士 好像也沒有參加別的政論節目 那是不是因為害怕太尖銳的 或是一些難言之意 那又或者說 萬一講出去話出如風如果都不穩 而且各位今天是才元旦喔 下禮拜是選 就是剛好選舉的那一週喔 那下禮拜一週看 還會不會擠牙膏又擠出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與其現在講話 萬一下禮拜被擠牙膏 擠出更多前後矛盾的地方 都不攏 都不攏 乾脆就避不見面算了 對不對 那對李佳芬來講 就乾脆對不對 我也先不跟你出來 看看有沒有新的發展 新的動態喔 所以也就是說 從頭到尾我要問的是說 一個要選總統大位的候選人 你連自己的失事 你都有這麼多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的地方 那對媒體的發問 人民當然有權質疑你 因為今天不是你自己家裡人的事情 而是這裡面 誠信的問題之外 就像剛剛敏林所說的 如果這裡面有用到你公務的費用呢 這還有法律上的問題 我們當然要問清楚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說 韓國瑜先生總是用一種很巧妙的一種態度 就是說 你媒體沒水準 你媒體拿漱口杯的 你媒體是八卦 非常的兇 反手為攻 倒打媒體一把 來拉攏韓粉躲避問題 但是逃避 他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他只會讓雪球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那我只能說吧 淡在蜜也都有縫 對不對 你走過就留下痕跡 那誠實是最上策 特別是今天你進了廚房 你就不要怕廚房熱 那很誠懇的面對選民 因為這不是你的私人的事情 我再說一次 我們選總統候選人的誠信問題 特別總統大位 他是選民看的第一點 第一點 所以與其躲避 不如誠實以對 只是這件事情 太多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的地方 我們也期待 能夠韓國瑜先生 你的愛與包容 你坦蕩蕩 你就出來面對吧 來誠實以對真的很重要 來請教這個范老師 加芬姐 你覺得他對這些 王小姐的事情 你認為他大概知道的有多少 我個人研判 他知道的相當有限 甚至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第一時間還文財 因為這件事情是在 12月18號 在兩個禮拜以前 當時一週刊做出了 就是說 王小姐 她借這600萬 給韓國瑜去投資LED 然後 但是因為當時 韓國瑜是失業狀態 後來他當了北農的董事長之後 就把這600萬還給了王小姐 他們當初是說 如果有賺錢 我們三個人分 如果賠錢 韓國瑜一個人扛 天下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什麼會說 我們三個人來合夥投資 贏的大家分 輸的我韓國瑜一個人來扛 這個是不合比例原則的事情 可是他竟然做了這樣的一個承諾 那這個東西我想 李嘉芬大概事先不知道 有這個投資 因為如果他知道 他應該第一時間跳出來說 對 我了解這件事情 也感謝王小姐 當時可以借我們錢 讓韓國瑜去投資 應該這樣的反應 其實他一開始 他是避而不談 後來就出國去了 那我認為他這件事情 直到最後才接受了 黃偉翰的一個專訪 才說他好像知道怎麼樣 但是也沒說得很清楚 看他的表情 的確 我認為他事先 大概並不了解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第一時間黃文才也說 李嘉芬不了解 那這一次的這個訪問呢 好 據媒體報導 他有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除了談到了這個LED投資之外 王小姐還曝光說 韓國瑜常常到這邊打麻將 打麻將就住在 王小姐的這個地方 這更引人渲染大波了 大家覺得說你怎麼可以 你已經是有這個家事的人 怎麼跑去一個女性的家裡過夜 這也被別人很多的揣測 但當然王小姐說他跟韓國瑜 都沒有所有的情感的關係 但是就會引人很多的一些遐想 那王小姐看起來 他為什麼在選前做這個曝光 他似乎內心有一些埋怨 因為這個時候正是緊要關頭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是韓國瑜的好朋友 他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抛出這個問題來 這有點落井下石 那為什麼呢 似乎他是對韓國瑜有些怨對 那什麼樣的原因我們不知道 可是從上一次的訪問 有兩個小時來看 我們都一直以為 上個禮拜 也就是12月25號 應該會是第二次的爆料 結果一週刊沒有爆料 那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個禮拜天 韓國瑜在這個電視辯論會裡面 針對了所謂的蘋果日報 他提出非常嚴厲的指控 我們知道那天的蘋果的總編輯提了問題 也提到了王小姐 那韓國瑜就非常的生氣 氣急敗壞 說這個林志英把蘋果日報弄進來了 引發台灣的這個社會的 宣傳大破等等 非常的強烈 非常的強硬 那他就在打個預防針 因為他認為 一週刊對於王小姐的採訪 如果有這麼長的時間 不可能只有一集 肯定會有續集 而這個續集不是在這個禮拜 就今天出來 要不然是下禮拜 選前更緊迫 所以他更緊迫的時候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 蘋果日報說這個媒體 這個無良媒體 他先打預防針 對打預防針 那這樣的話再曝光 我認為他心裡面有數 這個事情會再曝光 也就是說 王小姐對於 他韓國瑜的事情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因為他們的互動很頻繁 不只 所以他今天說出國五次 這恐怕也是王小姐講的 那我覺得韓國瑜現在變成 他整個的是被王小姐給牽制住了 因為他還抱了什麼其他的料 我覺得韓國瑜大概心裡也沒底 所以我覺得當初 我們一直在說這個事情 你韓國瑜當 在前兩個禮拜 王小姐接受了 一週刊的專訪的時候 韓國瑜就應該要立刻去 跟王小姐做溝通 不要讓這事情不斷的延燒 或者他內心有什麼不滿 應該要跟他去了解 那以李嘉芬也應該要盡快 去了解這個事情來龍去脈 但是看起來 李嘉芬是 並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變成說這個問題 還有後續在做報導 對韓國瑜有更大的傷害 那為什麼業員之間不來呢 因為他也不知道如何辯護 他對這個事情大概真的知道了 只有韓國瑜跟王小姐 那這個情況之下怎麼變呢 如果變了之後 又有新東西出來 又被打臉 又很麻煩嘛 所以他現在只能夠選擇逃避 那逃避絕對不是 處理危機的一個方法 所以韓伴如果今天 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 只是逃避的話 那他沒有處理危機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知道 之前有關於韓國瑜購買的 這個豪宅的事情 也是業員之他們出來 開記者會 孫大千開記者會 後來巴掘提供的資料 的評數都是不準確的 縮水 那當然有可能就是 提供給業員之 或者孫大千他們開記者會的資料 本身就有問題 也就是真正了解這些情況的人 他可能也沒有真實的資料 就發覺那個 他們當時做了一個看板 買了這些豪宅 這個內湖的豪宅 什麼豪宅 這個評數跟他們的權狀 上面是不同的 所以就變成說 內部都溝通不好 內部溝通不好 你出來做辯護的結果 只是提油救火 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業員之 他也真的不知道情況如何 因為這個情況 因為韓國瑜如果不把 不全盤突出的話 他還是想隱瞞 那這個東西就會越燒越烈 所以我覺得 從很多的危機處理的案例來看的話 韓國瑜這個時候 如果還是用這種方式 連對內部的人 也隱蔽他的資訊的話 那我認為 也沒有人敢幫他辯護 因為業員之會擔心 我就算幫你辯護 又有心動心來 是我業員之 我的信譽會掃地 所以他也可能也不敢 幫他辯護 也不願意幫他辯護 因為你等於是幫他背書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競選團隊 彼此之間 互信可能都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 其實這個選戰打下去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危機 韓國瑜如果再不誠實以對的話 2020選戰會不會變成 加分姐跟王小姐 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呢 來我們收集一下 那下段節目回來繼續來討論 回到節目現場 選戰倒數10天了 加分姐最近是不是真的過得很委屈呢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啦 因為昨天這個高雄的跨年晚會倒數 加分姐沒有跟韓國瑜一起現身喔 好對照台北市 柯文哲跟太太陳佩琦 一起聯妹來跨年 這個北高的氣氛真的相差蠻大的 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高雄昨天 跨年晚會活動的現場 三十幾秒的時間 台上主持人才倒數三十秒 無人機沒有跟舞台螢幕同步 都喊出新年快樂 螢幕卻還有四秒 真正該要倒數反而沒人喊 台上台下都有點錯愕 請家去選總統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跨年夜回到港都 裴世民倒數迎新年 但尷尬的是他一上台 台下反應有點冷之外 還有人比出倒贊手勢 這群年輕男生先比 旁邊坐在地上的兩個女生 也比出倒贊 口中還念念有詞 有些尷尬 歡迎高雄市長韓國瑜先生 歡迎韓市長歡迎 氣氛變好冷 但其實高雄市跨年演唱會 歌手輪番上陣 嗨歌連發 台下歌迷可是熱情得很 如果有人可以 這眼光熬著夜 愛太美 千萬在為前 原本上了以前 超新鮮的美 半真錯了 半真輸了 半真自己 配自己快樂 我不管你是誰的誰是你的 我是我的 讓心跳動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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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亞小短褲露出小蠻腰熱舞 讓歌迷眼睛大吃冰淇淋 李久澤嗨直接脫了 高雄獨家場演出的叮噹 憲哥熱舞全場跳起來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I know you know you could buy 我們都有覺悟 要瘋狂的日出 我們一生就是 團隊的舞 去代市長韓國瑜 和市府團隊上台時 台下加油棒 沒幾支拿起來敲打 變得好冷 憲哥熱舞全場 新希望2019年 台灣人民用一個字 亂 代表台灣人民的心情 所有的憂愁 煩惱 不愉快 痛苦 全部把它拋到九霄雲外 希望2020年 是台灣最美好的一年 韓國瑜似乎代謝上台 被連接到選舉造勢 只在外套上 別上一個小國旗 但看看身邊的民意代表 好幾位卻都穿上競選H外套 也等於讓刻意切割破功了 好剛才看到的是昨天高雄的 跨年晚會活動 我們要先來請教敏玲 高雄市的議員 其實我們昨天看到韓國瑜 跟李嘉芬沒有一起現身 再加上韓國瑜在台上 他講得慷慨激昂 可是這個台下的反應 好像沒有到很熱絡 對啊其實我覺得這個 從我們在12月21號 那一天的這個 霸函大遊行 WeCare台灣大遊行 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高雄市民 不只是在當天的遊行的現場 那包括我們現在所有的一些 坊間的民調 都是六成市民朋友 非常討厭韓國瑜 而且非常反對他 繼續擔任市長 甚至繼續來選舉 那所以我要講說 最先來看這個跨年晚會 也很明顯啦 其實現場我們看明星 哇這個民眾 一直在那邊很嗨翻天啊 尖叫啊 拿著那個很像加油棒的 一直在揮舞 可是韓國瑜的時候 就看到畫面 就開始有點應付應付 然後還有人比倒讚 那我覺得這個完完全全就顯示出 在場現場 可能絕大部分還是高雄市民 或者是南部的這些觀眾朋友也好 但是大家對於韓國瑜是冷感的 而且是厭惡的 而且是 我覺得沒有辦法再相信你這個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對高雄市民來講 今天韓國瑜去年 89萬的高雄市民給你一個機會 大家願意好啊那換人做做看 期待你的表現 結果沒到三個月你就落跑 你就Yes I do 你就開始落跑 拋棄了高雄市民 同時也拋棄了對市民的承諾 同時也一再的背棄你所有 在競選期間也好 上任以來 你應該做的市政成績 通通沒有做出來 所以今天 對市民朋友來講 你已經落跑多時了 你又請寒假好幾個月 然後呢上任大概 從上任一開始就去訪港澳 然後又去 去美國一趟 然後呢一直請假 然後開始就Yes I do Yes I do 之後又開始請常假 然後呢接著議會又不來了 然後呢是然後他說好 那你請假去選總統好了 結果發現 欸你選總統的行程比馬英九還少啊 或者是說你平常還在當市長的時候 市政行程 我們這個新聞群組都看得到 一天大概三個到兩個 那其他都別人代理 或是一度還有李嘉芬代理的事情發生過 然後呢好那你請談假了 然後去選總統了 那現在你總統的這個公開行程 欸怎麼比別人都還少 你每天到底是在家睡覺 還是你在幹嘛你在忙什麼 你也不在高雄你也沒有在選舉 你是在睡覺嗎 還是你是在打麻將 還是你又在能混就混能撈就撈 所以我們覺得韓國瑜這個東西 不只是讓高雄市民覺得很火大 然後覺得不可能再受騙喪大 不可能再被你騙 同時其實這個東西也會一直外溢到外線市去 那我要講說今天最可笑的是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這樣的高雄的跨年晚會 會台下這麼的不嗨 就是說市長講話通常大家會很開心 然後大家一起倒數 結果沒想到連倒數的畫面都出錯 然後大家撒在那邊 倒數的環節好像有點離離浪浪 對 就是離離浪浪 那這個東西也反映出 韓國瑜跟韓國瑜的市政團隊 不只是在化年的晚會 其實在所有的市政 很多東西就是離離浪浪 拼拼拼拼 然後遇到問題就是推出別人卡寒 要不然就是講不清楚 然後遇到好的事情其實根本都前朝在做 或前朝延續下來的政績 或前朝編的預算 他說是他做的 那所以這些東西已經讓人民非常的反感 所以到底誰在亂 2019年他說都是亂 其實我們都覺得 就是韓國瑜你一個人在亂而已 台灣過得很好啊 台灣人民覺得 未來台灣很有希望啊 在蔡英文總統的帶領之下 台灣走出一個新的國際的地位 而且被全世界國際的這些民主國家 受到同樣的認同跟支持 那第二個內政上面 當然過去執政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包袱 我們努力在做改革 然後呢去年的選戰 也中挫了民進黨 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看到民進黨立刻 喔 檢討自己 然後如何去回應民眾的需求 如何去改善自己 把民眾或真正對國家內政 有幫助的事情 一項一項一項來做改革 比如說減稅大家很有感啊 年輕人三位以下的不用繳稅 然後甚至呢 有很多的這一些 公共托育的政策 然後這個補 那個 幼兒 就是出生一胎兩胎三胎 不同的這個補助的這個津貼 那同時老人長照 也非常多年輕的人 或者是說長輩非常的有感 這就是蔡英文跟民進黨政府 在去年的重挫之後 努力要去做好國家內政 而且也再度的贏回人民的民心 那我最後再講喔 剛剛其實上一段也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剛剛的畫面 我們看到在跨年的晚會上 你如果穿民意代表去 你穿你自己的背心 高雄市議員高敏林 還是什麼立法委員誰 沒有關係 因為你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就是市議員或立委 可是怎麼會穿韓國瑜的競選背心呢 那你就是把市政 或者是把市政府辦的活動 濫用市政的資源跟舞台 甚至媒體的這個曝光跟資源行銷 變成你韓國瑜這個競選的這個 事實上韓國瑜競選的這個活動 那所以這個就明顯又再次的違反了行政中立 而且就濫用市政的資源 那我剛剛也提到今天早上的升旗典禮也一樣啊 怎麼會 市政府的這些升旗典禮 又穿這個韓國瑜的競選背心去了 然後呢舞台上一直介紹 國民黨的這些立委候選人 奇怪這不是高雄市民的升旗典禮 怎麼變國民黨的 韓國瑜總統候選人造勢舞台 忽然又變成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的造勢舞台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喔 都再次讓我們看到韓國瑜的亂 韓國瑜怎麼亂 就是濫用市政資源的亂 還有亂搞高雄市的亂 還有呢一再的違反行政總理 不只是今天早上的升旗典禮 還有昨天的這個跨年晚會 還有更多更多 比如說之前民政局長曹歡榮 竟然濫用公務車去坐著這個車子 然後呢去到落跑議員 某某陳姓議員陳妮娜 然後他也是落跑議員準備要選立委啦 然後去幫他用高雄市政府的公務車 然後去幫他助選站台 那包括呢之前也有這個韓粉青年軍啊 說到各個縣市去幫忙發便當 照顧弱勢老人 結果咦怎麼民眾就拍到 怎麼會是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這個街友服務中心的車 然後還有包括很多很多像之前的 前觀光局長 潘恆旭也是一樣啊 怎麼會高雄觀光節 然後在那個舞台背板 我們都說那個Trust 後面就韓國瑜動算啊 非韓不投啊 然後現場還發貼紙 非韓不投韓總統好這樣 很像造勢 對然後還有國慶日大家忘了嗎 去年的10月10號國慶日 熊海琳不是也在舞台上 韓總統好啊動算啊韓國瑜什麼 那這些東西都是一再的濫用市政資源 把高雄搞亂 所以真的在亂的是誰 韓國瑜你在亂 就是韓國瑜一個人在亂 來敏林在高雄第一線的觀察 認為這個韓市長好像把昨天這個跨年晚會 還有今天早上升旗典禮 都染上了濃濃的政治味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微我們要來討論啊 剛才敏林講到一個關鍵點 現在到底是誰在選總統嗎 為什麼馬英九總統的行程呢 會比韓國瑜還要多 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兩個人相差了13倍 來休息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回到台灣向前行的節目現場 我們要來請教美美姐啦 我們昨天整理了這個12月31號2019 最後一天韓市長跟馬前總統兩個人的這個活動行程 結果韓國瑜只有一個 然後馬英九好忙他有13個耶 可是明明兩個人好像都在高雄啊 唉我又想到那個辯論會 韓國瑜說馬英九很軟 然後馬英九馬半天天馬上說他行程很硬 那在幹什麼要挖捕他嗎 誰在選總統 明明是你韓國瑜在選總統 我被你說我很軟的我的行程很硬啊 我排了那麼多個你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高級修理我坦白講 結果韓國瑜呢再接再厲繼續身體力行 果然是他很軟他很硬啊 這個行程方面 這是在幹什麼 就大家問說韓國瑜真的是顛覆所有 我們對一個總統候選人應該做的作為的想像 比如說你應該是政見會好好發表你的政見 辯論會你是攻擊的一方沒有錯 可是你要展現你的能力 特別是當大家認為你是個草包的時候 你就更應該接這個機會板平 結果不是他就更增加自明自己是個草包 因為他根本完全 他講很多都是錯誤的打臉的 或者說根本不回答問題的 那甚至於你認為說他是要造回基本盤 可是他要把基本盤這裡面藍印還是有馬迷啊 又把馬迷就得罪 然後把連他們的神蔣經國也說人家武短 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想他在做什麼 那只能說他這個行程排成這個樣子 那這裡面幾個可能吧 第一個可能是體力不支 那這體能真的是不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呢坦白說 怕被賭麥 因為最近皮漏賽出的太多了 特別是再說一次 一周刊不曉得還有什麼好料的在後面 誰曉得呢 那今天你講的話都是將來的陳塘政共 所以乾脆就是減少曝光機會吧 也許是如此 那只是說這樣子的結果 他能夠贏到什麼 他能夠得到什麼 我覺得到最後就是始終的寒粉吧 然後呢很大的遺雲吧 還有馬英九跑了十幾個行程 說真的馬英九是很甘心情願幫他跑嗎 我覺得也不是 我覺得馬英九是一方面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黨員 二方面也不想被當作戰犯名單 對不對 那至少比較起來 那特別是 對馬英九這麼一個愛面子的人 你一定要說我軟 我就要表現得我很硬 我就要硬給你看 證明你都是你 你在抹黑我 我是比你更好的更用心的 也許他有很多心理作用 只是我只能說 以韓國瑜這樣神隱的態度 那現在連發言人都神隱了 你們到底能夠神隱到什麼時候呢 趕快出來面對問題吧 那韓國瑜先生 請你至少 像個候選人一點 你已經不像市長在先 你已經從高雄市政落跑了 現在也從競選行程當中落跑嗎 那又讓我想到一個 封城樸樸的李嘉芬 到處在幫你募款 想來真是情何以堪 來瑞德哥韓國瑜是不是從這個神隱市長 要變成神隱的這個總統候選人呢 昨天馬英九高雄跑透透幫他這樣 浮選小雞 一天之內排了13個行程 結果韓國瑜偷透 只有晚上11點多一個倒數的行程 韓國瑜在孵蛋我想起來了 今天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現象 是什麼現象呢 很硬的人在哪裡硬 在辯論會對媒體硬 罵媒體蘋果日報沒有水準 罵3D電視台罵中央社 罵了半天 人家要問的東西 跟國人想要知道的內容 到現在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那麼緊接而來 甚至於連應該出來捍衛 他們的這個發言權的人都缺席 很硬的人不面對 被說很軟的人 今天就走到這樣 早上升旗班 不走到哪裡去 你知道嗎 那個人叫馬英九 馬英九即便有千班不適 我很討厭這個人 你知道 這個人還做過我們八年元首 但即便他有千班不適 不管你有多討厭他 對國民黨跟他的候選人來講 人家去年2018年 幫國民黨的候選人 一直胡選到現在 可圈可點 我是說對國民黨的候選人來講 人家無怨無悔 可圈可點 對不對 用義務的 沒拿錢的 然後到處跑 他自己跑的行程 加起來都比韓國瑜一年還多 你知道嗎 可是卻被人家說軟 那也莫怪韓國瑜說他軟 人家都公開說你軟了 結果你回應 回應的是那麼的軟弱 你還繼續韓國瑜動算 還繼續這樣子 那莫怪人家看你沒有 當然 我也是因為這幾天才長見識了 原來要說一個人 翟心仁厚就說你軟 而且還在公開的便會上說 軟弱的軟 你知道嗎 各位 軟弱不是單獨兩個字 後面還有兩個字 總共是四個字 叫做軟弱無能 你知道嗎 軟弱無能是連在一起的 那麼 在這裡我知道韓國瑜 他心裡面想什麼 真的不小心就會吐出來 他第一次到美國的時候說什麼 第一次就到美國就說 台灣三任總統 都是台大法律系的 所以把國家治理的怎麼樣 說你得罪罪罪罪罪罪嘛 對不對 是因為這樣嘛 然後緊接著來 馬英九9月8號 三重水洋公園的造勢變成虛下台 那是他一輩子最大的起始大陸 因為這樣子整個關係 那一句 那一句我還沒說完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韓國瑜想盡辦法要拉攏關係 還在一個場合 終於去把它抱在一起 對不對 我們抱一下馬英九那種 那種很尷尬的那樣子 完全跟 那麼他去擁抱郭台銘 是兩回事嘛 如果肢體語言是騙不了人的 就像李嘉芬的表情 至少李嘉芬的表情騙不了人 他不能強顏患家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嘛 過去一兩個禮拜的李嘉芬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跟之前那一年來 那種風光那種罵人的那種幹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去糟蹋 對你有恩的人 現在馬英九還在喊你動算 還到處幫你胡選 然後呢 上一次9月8號開始 馬英九也有他的粉絲 再爛都有9.2 因為叫92共識嘛 再爛都有9.2% 這些人包括他馬辦的一些議員還什麼 心裡是很不爽的 上次看在馬英九已經原諒你的份上 都可以忍下來 就你這次公開這樣子說他 那我欺負一堂也不爽 對不對 生氣不幸福 韓國瑜說得這麼好的 票多的贏票少的輸 廢話 那你應該要想辦法增加盟友 少得罪敵人 一場辯論會 我要告訴各位 當他罵三家媒體的時候 那麼其實已經有一些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本來家住中南部 想說隔天拍票那一天很忙 沒辦法回去投票 他們決定提早一天回去 你知道嗎 請假回去以後一大早趕上來 投完票要趕快趕上來 你在無形中 又幫你的對手增加了好多票嘛 所以呢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韓國瑜要這樣做 不過那麼他在對自己的韓粉 他的同溫層 確實發揮了呼喚的效果 另外我要告訴各位 同樣的為什麼 凌晨我也有看 看高雄的那一場 你要知道 昨天的那個場合 包括跨年的晚會的現場 是屬於什麼人的 是屬於年輕人的 所以年輕人你看 老蕭 蕭敬騰出來說 哇大家好嗨 年輕人的最愛 安新亞出來說 連我這個 眼睛都亮了 那麼冷的要穿這個樣子 年輕嘛 但現場人家年輕人為什麼肯 有人排了兩天兩夜在那邊等 你知道嗎 有人在寒風細雨當中 那為什麼在那邊等 因為嗨嘛 要過年嘛 政治人物講話越短越好 不要把他肥 換政治化 更何況我好像 不知道是我看錯 還是眼睛有業障 我還看到國民黨的議員 很高興的拿手機 在那邊拍來拍去的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人家在轉播啊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要離韓國瑜遠一點 不然都是你的畫面啊 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了 那麼韓國瑜 這個瑞德哥關鍵的問題 現在觀眾朋友聽到很嗨 不過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再請瑞德哥繼續來分析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再請瑞德哥來分析 昨天這個高雄跨年晚會的氣氛 對沒錯 為什麼昨天 那麼在高雄的那一場 因為每一台都看了 你知道嗎 每一台要看要看煙火啦 要看大家辦得怎麼樣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悶 就跟李嘉芬女士的心情一樣 至少我感覺他是悶嘛 昨天高雄那一場不應該這樣 因為你看那個明星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嗨啊 哇天啊 年輕人就應該這樣 我贊成啊 我們也都年輕過啊 你知道嗎 然後年輕人就應該嗨 年輕人就應該 因為這個 這個節日這個時候是屬於他們的舞台 你知道嗎 他們在台下 但是舞台上面呢 是這些明星啊 他們一起融合在一起 政治人物呢 扮演一個臨門一角的角色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 各位 如果把時光倒序到一年前 不是這樣吧 一年前不得了啊 韓國瑜就是韓粉 那時候 穿得抓不到啊 你知道嗎 說什麼都對啊 你知道嗎 所以呢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他說 去年的代表制是亂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講得很好啊 高雄的下面的很多的老百姓 10月16號以後 也就是韓國瑜 本來答應 在國民黨黨內出選的時候 答應 那麼禮拜一到禮拜五 專心高雄市政 只有假日去跑總統行程 後來撕毀自己的承諾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的沒差嘛 我絕對做好做嘛 不會酸 不會流之大吉嘛 所以他撕毀承諾那個沒有什麼了 但你從10月16號到現在 請問高雄呢 你看到你的市長幾次 有活動的地方 有很多人的地方 他就出現了 1221大遊行 韓國瑜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呢 現在跨年 我就出現了 然後呢 要振毙幾分 為什麼是大家下面靜悄悄的 是悶啊 因為很簡單 我跟各位說啦 若是高雄人 你覺得這一年多以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以來 你過了幸福 你過了快樂 你發大財 你沒有要勞要穿 你覺得你認真過的病了 沒有讓台北人這樣 在台北人這樣 你跟你們的家庭跟你們唱 那你就去投給十天候的韓國瑜啊 我說他買 高雄人是來 我知道高雄人的開口我常常了 高雄人是很熱情的 很專業的嘛 你也知道 現在台北人要把你唱到這樣 把你高雄人看得沒一段時間 你如果覺得你這樣 這公園我也沒話說 所以 一年而已 老百事現在很現實 做好做壞 一年就讓你不一樣的面試看 剛才瑞德哥要問 高雄市民有幾次 一年當中看到韓市長幾次 這個部分我們要請教范老師啊 因為現在這個韓市長的行程 真的蠻少的 剛才我們說 比較這個馬前總統跟他的行程 兩個人在昨天差了13倍 而且我們來看到 其實馬英九最近的行程真的非常硬哦 他不只變身這個一日外送員啊 昨天還去跟這個黃昭順 去當這個導護志工 之前還跑去淡水 當什麼阿給的一日店員 好不過范老師 同一時間 韓國瑜的行程 真的少得可憐 還常常都在家裡面孵蛋 對 這不可思議啊 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 一個選舉的方法 我覺得韓國瑜真的在打一場 慢活的選舉 慢活的選舉 過得很悠閒 很愜意這樣 很愜意在家裡休息 昨天一整天只有晚上的一個 跨年晚會的行程 整個白天都不曉得去哪裡了啊 那當然而且他常常有好幾天都沒有行程 那這個不像是一般的選舉打法 你看蔡英文 每天的行程排得滿滿滿 那你看上個禮拜五 他進行了第三場的電視政見辯論 結束以後 他竟然帶著隨乎 大搖大擺的在林森北路 在那邊吃火鍋 也沒有任何的行程 你到台北來 你應該趕快跟台北的立法委員 大家同台嘛 那到底是台北的立委不找他同台 還是他想去同台 人家不想 不希望他來 就變成一個人 孤零零的帶著隨乎 在這個林森北路走 他之前在當天 就在當天的這個 所謂的政見 這個發表會 他還說 小心喔 可能阿扁的兩顆子彈會重演喔 表示他什麼 他說他可能會跟阿扁一樣中彈 表示他有為安的疑慮 既然你有這個疑慮 你是不是要特別小心 那你應該是從餐廳出來 立刻就進入你的坐車 而不是 還在林森北路走來走去 林森北路 是一個蠻複雜的地區 因為那邊有很多的 深色場所 治安也比較是複雜一點 你要特別小心嗎 他之前 在一二二一的這場 高雄遊行 他本來說要全程參與 後來他說 因為國安局有給他警告 說可能有安全的疑慮 所以他不走了 很奇怪 那張善政不重要嗎 張善政竟然從頭走到尾 如果你有違安疑慮 你要告訴張善政 你有小心喔 或者你要穿個反代背心什麼的 張善政也很無辜啊 你有國安的情資 我怎麼沒有 我是副總統候選人 應該要共同分享啊 結果竟然是這樣 好如果你真的是 因為這安全疑慮 你更應該要小心謹慎 結果剛好 怎麼在林森北路的路上 在那邊走來走去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那我覺得就是說 韓國瑜在上 在這個禮拜六 上禮拜六 他竟然舉辦了一個 鋼鐵愛心拍賣會 在賣他的那個 H的那個 有一個 飛行外套 那奇怪了 選舉這麼緊湊 你在那邊做什麼愛心 那這些錢 到底募了之後 要給哪些的單位呢 航班是說 要捐給高雄的一些社福團體 那請告訴我們 你捐給誰呢 已經過了這麼多天了 應該也都算得很清楚了 對 那到底是募的是你自己的競選經費 還是為了真的要做慈善 做慈善當然不是不行 而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緊要關頭 你應該是 以競選為重嘛 你選後再來做也不遲嘛 所以很多人說 是不是因為1月11號 如果韓國瑜落選之後 這些衣服就沒人要了 所以趁這個機會 趕快啊 做個跳樓大拍賣 所以你看這個 就變成這個很奇怪的 但是范老師 人家賣到很好的價錢啦 對 他有那個 投標的100萬 一件的外套 但我不曉得那個錢有沒有入賬啊 這個還要再查 他又不是退貨姐嗎 退貨 但那位聽說是一位退休老師 對 那很多人都說 這個蔡英文上台這個 軍工校年金改革 好像這個 老師們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他還是有財力 100萬耶 一般人 我真的叫我拿出來 拿不出來 可是表示什麼 韓粉的確是很凝聚 但是呢 他們這樣的一個凝聚 是不是就是代表的是 所謂的主流民意 我看大概是相差很遠 因此我覺得韓國瑜 他現在這個行程 這樣的鬆散 那看起來 又很少 這個立法委員要跟他同台 他之前去蹭這個立法委 立委 立委有辦什麼台 他上去講話 他自己不願意花錢 為什麼我們知道 要辦一場造勢 至少要上百萬 那基本上 因為你有什麼各種器材 還有什麼音效效果 他除了 我們知道 禮拜天的在台中那一場之外 他現在最後一場 就是凱道的 這個所謂的 最後的造勢 中間 都沒有什麼大的造勢活動 那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他知道自己 選情不好 也不想再花錢下去了 因為你如果你的選情好 你應該是 每天的行程是跑不完 應該是每天要搶 很多立委搶的 要跟他同台 應該是造勢活動 一場接一場 結果都沒有 那李嘉芬呢 也跑到國外去募款了 說是說要動員 海外的僑胞回來投票 可是問題是 很奇怪的是 海外僑胞現在就想 就算被你感動了 要回來 要去訂機票 訂飯店 恐怕也來不及了 何況你真正要拉的票 應該是拉國內的票 而不是去拉國外的票 國內票比較實在 比較具體 可是為什麼跑到國外去 就很多人說 是不是要募款 因為國外的僑胞 並不辦法 跟台灣的 國內的選情 那麼緊密的連結 可能還以為韓國瑜有機會 所以他們才 因為要認為 你有機會當選 才會願意捐款 如果你沒機會當選 誰願意捐錢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李嘉芬 在這麼危急的時刻 跑到國外去 去希望能夠多募些款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既然的很多 他這次在國內募款 並不順利 因為很多的企業家認為 你沒機會當選 你民調那麼低 所以韓國瑜才說 大家不要看民調 不要看民調是什麼 民調是假的 我選情依然很好 我跟蔡英文 還是差距有限 所以你們還是要募款給我 所以我覺得 這個情況就是說 韓國瑜現在打的打法 我覺得的確是讓外界 覺得很奇怪 那李嘉芬終於回來了 可是李嘉芬也創下一個紀錄 我們看到過去 只要是電視的證件發表會 或者說是 所謂的造勢活動 夫人都一定會出席的 可是還是創下了 三場的證件發表會 加上一場的辯論 李嘉芬都沒有出席 一般來講 我要營造一個 全家共同和樂融融 而且共同支持 這位候選人的形象 可是這是李嘉芬完全沒有 本來韓國瑜大概 最怕的是李嘉芬 會不會等到明年1月11號 開完票再回來 他搞不好 在國外看開票 這樣的話就很難看 因為如果連最後一場 都沒有合體的話 所以李嘉芬終於回來 可是昨天的跨年的晚會 沒有看到李嘉芬的影子 他是不是還在生氣呢 或他的雲露未消呢 或者他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但是最後一場 在台北凱道的造勢 如果能夠合體的話 當然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可以達到 某種飢餓行銷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期待他們合體 終於合體了 那當然會讓韓粉為之瘋狂 但是從這件事也看出來 韓國瑜跟李嘉芬之間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 似乎他沒辦法兵釋前嫌 到昨天為止 李嘉芬沒有共同出現 這的確是非常起人一鬥 萊敏林怎麼看 這個嘉芬姐 有沒有可能在選前職業才 突然跟韓國瑜來個大合體 這樣會不會激起韓陣營這邊的聲勢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定應該是會上演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其實 剛剛這個范老師在講 所以嘉芬跑去 為什麼連續好幾場 這個證件發表會完造次的活動 他都沒有出現 然後又加上最近 我們剛剛節目前兩段有談到 就是這個王小姐的事情 600萬事情還沒弄清楚 然後又爆說什麼 一起出國多次五六次這樣子 那大家當然合理的判斷 雖然跟那個王淺秋就說 你們又不是什麼李嘉芬 還是韓國瑜肚裡的蛔蟲 可是我們不是蛔蟲 可是我們都是明眼人 我們都懂得察言觀色 這看就知道了李嘉芬就是不太高興 然後第二個就是避免跟韓國瑜奏會 然後搞不好也根本 也跟他電話都不想通 那韓國瑜自己也證實 女孩子都很難免 心裡有些疙瘩 所以從這些字裡行間 這些語言就已經透露了 其實嘉芬姐確實就是在不爽 然後呢為什麼他要跑到這個 海外去募款 其實我覺得講很白 其實就是為了錢 我們都知道其實去年市長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他不是當時也說 哇海外很多華僑熱情啊 給他捐款 欸仔細有沒有翻翻你這些海外的捐款帳目 欸到底到了哪裡 有沒有巨石的申報好像不是很清楚喔 那現在又像剛剛這個老師啊 還有我們各位來賓所說的 現在就是他選情不好嘛 那包括去年很多 包括高雄在地的企業家 去年都是支持他的 去年也給他很多的這些政治先進 幫他募款啊幫他的 甚至吳敦一也幫他募款嘛 那當時大家是看好你 也給你一個機會 大家都有點投資的概念 投資你啊讓你當選你好好為高雄市民做事 結果現在發現 欸高雄市政不會做 然後荒廢市政 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然後跑不見人 那現在你到了要變成一個總統候選人的人 那大家也是理性合理的判斷跟推估嘛 你高雄市都可以擺爛成這樣 高雄發大潮 然後讓高雄市民六成以上 覺得反對你 然後讓高雄市 從一個原本是名列前茅的六都之一 現在變成二十二線是最後一名 那這些東西也讓大家覺得你修身 欸你在大家都說修身治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嘛 你修身我們看到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舞台上在那邊戳腳 這叫修身嗎 然後齊家現在加分姐相當不爽 跑到國外去昨天才回來也沒同台 然後呢這六百萬事情講不清楚 七千兩百萬也沒講清楚 王小姐事情也都沒講清楚 而且我們很擔心是不是只有一位王小 還是有千千萬萬個小姐還沒出來 我們不知道 就等待週刊的精彩的這個新的爆料 還是新的這些報導 然後呢再來修身齊家治國 那顯然你光是一個高雄市就搞不定了 你怎麼有辦法治國 你怎麼有辦法擔任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沒有能力嘛就是軟弱無能 誰還能比你更像是這個詞的最佳代言人 所以我說這個韓國瑜喔 真的不要再鬼扯這些有的沒的 你其實就是沒有能力 就是無能 然後你體力可能也不好 然後每天連選一個總統都不能好好選 行程都比人家少 那當一個市長 行程也比歷任所有市長 所有全國各縣市的市長 縣市首長行程還少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跌破眼鏡 如果台灣人民 要支持這樣的人當總統 那我真的覺得台灣真的沒救了 那幸好現在高雄的例子 讓全台灣的人民看清楚 高雄人都已經覺醒 六成以上的人絕對支持罷韓 而且明年就是要讓韓國瑜雙殺 所以聰明的台灣人民 明年1月1號 1月11號拜託支持蔡英文 不要再把票投給詐騙集團的首腦韓國瑜 剛才敏玲講得很氣憤 不過剛才范老師講得比較婉轉 認為這個韓國瑜的選戰方式 他認為是一種慢活的打選戰方式 我們收集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要來看 2020的第一天 蔡英文總統發表了元旦文告 強調台灣不可能會接受一國兩制 也像國人保證 才剛剛通過的反滲透法 絕對不會影響兩岸之間正常的交流 稍後回來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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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